现场照片营营日报客户端图营营日报客户端消息 3月7月下午 全国政协委员成龙 在文艺界别人组织日上发言 介绍其作为帮投人 都取得脱贫光签债 新光行动 2018年取得的进展 成龙介绍 去年6月 他走进山西大同事多个贫困线 那时他对电影人做扶贫工作还薰少经验 心里有些坦特 能够能做好 再看到热情真诚的营营朋友们 南海里有一种强密的想法 只要是好的营产品 能够帮助营营朋友 他都会报言 成龙说 他拿着黄花菜 说大同黄花好 大同黄花好 好好吃 后来得知 大同当地的贫富性特产销量 以及旅温客流量大幅提升 成龙说 9月到12月期间 出平空间站新光行动 在组织29支电影团队 走进平坤线 总形成超过10万公里 去过酷热的重庆 登过大廊山 在零向19度的青海帮村民当家 在凌晨做直播 在海上做直播 在雨中做直播 成龙介绍 在新光行动中 电影工作者通过工艺代言 产业单谱等形式 展示东北特色文化 特色旅游 民俗民风 以及门户产品 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 精准扶贫 多种门产品成为 网红包款并热销 新光行动引发广访资助 越来越多的网友 更交关注国家脱贫攻击事业 这时电影工作者 倍感振奋 充满热情和信息 成员在会上 忽略更多的文艺工作者 投入到脱贫攻击行动中 卖料剂 卖黄花菜 让这些特色文产品 走出贫富线 等期边即行谈推介入读